我覺得小燕姐是一個我非常喜歡的前輩 我覺得能夠帶出大將的人 才是真正的大將 所以我覺得剛剛關注了 晨晨哥 小燕姐 接下來更是秀場的天王 朱哥亮 朱大哥 想到他親切的笑容 還有非常經典的馬桶蓋頭 他在秀場上也非常有精湛的演出 帶給大家非常多的歡笑 甚至每年的電影的作品 都陪伴著大家 最近朱大哥的病情 也是大家非常關注的 那今天早上呢 好像稍早的部分 朱大哥的情況又比較好一點點了 甚至在病房裡面 有跟家人的一些互動 那我們現在就來關心一下 朱大哥的最新近況 病床上消瘦的身形 綜藝天王朱哥亮 因為大腸癌末期 3月初住進台大醫院 目前已經兩個多月 一度傳出病情好轉 還可以在病房聽歌 但現在又傳出 朱哥亮的病情惡化 每天清醒的時間 只剩下4個小時 因為癌細胞已轉到肝臟 眼白發黃 皮膚泛黃等 黃膽症狀 這幾天可能是關鍵 其實院方曾給予口服化療藥物 但才服藥兩天 朱哥亮的身體就已經支撐不住 只好停止治療 最近病情更差 醫護團隊隨時監控病情 幫他幫忙 保病 讓他身體健康 曾經在兩年前 求神拜佛祈求上天保佑 但似乎病情沒有好轉 家屬打算把朱哥亮轉到安寧病房 朱哥亮的經紀人則對外表示 他的病況OK 沒有更好 但也沒有更壞 病情差不多就跟知情一樣 但也沒有說要出院 我會來到紐約 為紐約花蓮慈惠堂 慶祝25週年的慶典 謝金燕要照顧爸爸朱哥亮 還要到紐約演出 整個人看起來銷售許多 謝金燕的經紀人說 紐約活動一年前就答應要出席 即使心中萬般糾結都該一約履行承諾 而朱哥亮的病情是一人私事 應該由家人回應 他不予回答 TVB新聞羅紅昌靈指揮綜合報導